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梦想正要开始 有一部电影叫做《踏想人生》 描述三十年前的一场表演意外 终止了男主角杜真二郎的舞蹈梦 被迫退休的他 整日沉溺于酒精 浑浑噩噩的生活着 有一天身为剧场老板的老朋友 邀请他为即将结束营业的剧场 指导最后一场踢踏舞秀 虽然过去那场意外的阴影 仍然笼罩的男主角 但他推迟不了好朋友的请托 所以他只好开始为这场表演 来选择这些舞者 就在这些来参加征选的舞者中 他被其中一位热血青年所吸引 他的才华点燃了男主角心中对舞蹈的热气 而电影中最让人感到震撑的是 电影压轴的踢踏舞表演 那是响测人心的最后24分钟 透过舞鞋踏踩地面的震撼声响和脚步声的堆叠 所营造出的强烈节奏 而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他将自己真实人生呈现在大荧幕 拍摄前为了要呈现正统的踢踏舞表演 他举办四镜活动 吸引了500位专业舞蹈者进行政选 最后选出了五位优秀的舞者 历经四个月的时间 将完全没有戏剧经验的他们训练成专业演员 而本身不善舞蹈的导演兼男主角 也一同参与舞蹈训练 为了成就这部作品 他们一起克服困境相互成长 亲爱的朋友 人生若坚持在原地踏步一点都不难 但要把困境中的自己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面临的就不仅是外在环境的克服 而更多的是自我内心的挑战 如同电影的男主角一样 当剧场老板邀请他指导 最后一场的踢踏舞秀时 他可以继续成立在酒精和自卑之脸中 但是后来他选择了勇于接受挑战 并且跟一群人完成了震撼人性的表演 让绝望转成盼望 让试炼转为喜乐的欢呼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试验是上帝用来成全信心的方法 而经过试炼的信心 就会生出忍耐的美德 忍耐的能力 让你能够胜过每一个环境 特别在面对逆境和挑战时 忍耐是一种信心等候的能力 亲爱的朋友 同样的环境遭遇 你可以选择以积极的态度 把它当作信心中的试炼 你也可以用消极的态度 以无奈来面对 你可以决定你的生活是过得多采多姿 或是过得悲叹凄凉 今天上帝要赐你坚持梦想的力量 他要赐下勇气 好使你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 当你的信心经过试炼 你人生美好的梦想就要启动了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 美好的生活就在早安EasyGo